有一個農民 之前是工廳師 火鄉接手到家來的農地 以外煙煩新產品 雷夢咖啡說真有前景 因為媽媽有火 火就接出來這頭 王先生跟北部工廳師的工作洗掉 後來到國鄉拿來 如果家來就要做咖啡和雷夢 所以他就來發揮創意 跟兩行農產品到達這會 做新商品檸檬咖啡 意外發現這個檸檬乾跟咖啡 在嘴巴裡面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非常非常的甘甜 王先生說檸檬咖啡 除了檸檬的香味 煮味喝起來淡泡爽爽 和咖啡的爽味是完全不一樣 很多喝過人家都說 喝過之後還會有咖啡 跟檸檬配合在一起的咖啡 最主要我們就會選那種 新鮮的小農的淺烘焙的咖啡 希望做事的經驗不是太有夠 我這邊農地就真正是 各位的試驗中 最先去打拼收拾得真好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